Welcome to Jerry's English Studio 同學們好 歡迎來到冬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 二期單元 sleepy past participle 貪睡的過去分詞 什麼是過去分詞呢? 過去分詞和現在分詞一樣 也是一種分詞 part participle 既是一種分詞 所以也做形容詞或副詞 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 我們一般縮寫成 pp或者vpp 常見的只有一種形式 理由是她貪睡 由於沒時間化妝 所以沒有女大十八遍 雖然過去分詞只有一種形式 簡單是 但是這位灰姑娘 平常 除了穿土土的原型動詞加ED 規則變化的衣服外 耍起小姐的脾氣的時候 偶爾也會穿一些特別不一樣的 不規則變化的衣服喔 下面這個表格 告訴我們 過去分詞的形式 v加上ED 或者不規則形式 只有簡單式 它的含義呢 則表示被動 或者是完成 由於過去分詞 只有一種簡單式 所以當您 在使用過去分詞的時候 請不要忘了 它一定表示 過去分詞 所做動作的時間 和主要動詞 所做動作的時間 是相同的 接下來 請喜歡 登高望遠的您 體會 劇中 過去分詞的含義 從觀音山上看過去 淡水河口的美景 常為人們所激傻 您可以發現到句子裡面 一開始 就出現了一個 由過去分詞 sing 所引導出來的 過去分詞片語 然後用多點隔開 修飾後面的全句 在這個過去分詞裡面 您可以看到 sing 它含有 和主要動詞的動作 時間相同的意思 is place的同時 是sing被看 第二 您可以發現到 人們看這個淡水河 倒過來 淡水河則是被人們 從觀音山上看過去的 所以淡水河是被看 所以我們用了 表示被動含義的 過去分詞sing 所以很明顯的 過去分詞 它含有被動的含義 我們曾經提到過 當我們將 VNG的被動詞 Being PP 中的Being 省略後 就出現了 過去分詞 PP 這是不是意味著 過去分詞 含有被動的含義呢 是的 過去分詞 不止 含有 被動的含義 還有 含有 完成的含義呢 由於過去分詞 含有這兩種含義 或其中之一 所以你以後會發現 被動語態 各種的完成式 和其他表示被動的地方 都會有 過去分詞們的 魅影 這頁 要請您用心體會 第一位過去分詞小姐的內涵吧 Given the condition We will accept your offer 如果條件如此 我們願意接受你的邀約 在這個句子裡面 在這個句子裡面 Given the condition 用豆顛刻開 修飾後面的全句 是一個 過去分詞篇語的用法 當作副詞用 而Given the condition 的字意是 如果這樣的條件 被給的話 它表示 給的動作是被動的 原來 Given the condition 它來自於一個 副詞字句的省略 本來應該寫成 If the condition is given 所以原來就是被動式的寫法 也難怪了 過去分詞 會有被動的含義 請您繼續用心體會 給第二位過去分詞小姐的內涵吧 The newly coming dean I just inspected the whole campus 新來的院長 剛巡視過整個校園 在這個句子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 has inspected 是一個 現在完成式 它表示 新來的院長 剛剛完成了 巡視校園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到 過去分詞 它之所以 可以和has 造成了 現在完成式 是因為 它本身 就含有 完成的含義 您 體會出來的嗎? 雖然 過去分詞 和現在分詞一樣 也是一種分詞 也做形容詞 或副詞 不過 和現在分詞 不一樣的是 過去分詞 並沒有 極無功能 後面 不可以接受詞 如果您要接受詞的話 您必須透過 介系詞 之後 才能再接受詞 因為介系詞 它有 後接受詞的 極無功能 這個表格 和我們一起探討 過去分詞 的功能 和現實 首先 過去分詞 做形容詞的時候 它就是 名詞 它可能放在 所示名詞的前面 但是如果是 偏語形狀的話 一般是會放在 後面 它沒有 極無功能 當做副詞的時候 它可以修飾動詞 形容詞 副詞 或者全句 那麼它的位置 基本上和一般的 副詞的位置是一樣的 同樣的它的限制也是 它沒有極無功能 我們剛剛才說過 過去分詞 沒有極無功能 後面不能接受詞 但是如果我們要接的話 我們必須要透過 介系詞 然後再去接受詞 下面這個句子 就是要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它後面加上記系詞 再接受詞的用法 The notebook computer that Mr. Winter uses to write this grammar book is equipped with an Intel Core i7 CPU CPU 通知老師 用來寫這本文法書的筆電 裝有 Intel的 Core i7的中央處理器 這個句子裡面 我發現到 過去分詞片語 is equipped 被安裝 它並沒有極無功能 可是後面我們要接上 an Intel Core i7 CPU 怎麼辦呢 那麼 我們是好透過 表示 具有 這樣意義的 介系詞 with 然後後面再接上 受詞 an Intel Core i7 CPU 所以您結果會發現到 哦 原來 著名的 動詞片語 be equipped with 是這樣子 產生出來的 請您再度查看 句中過去分詞 透過記憶詞 接受詞的情形 This decision is based on m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我是根據專業知識 做成這項決定的 在這個句子裡面 過去分詞片語 is based 被以什麼 為基礎 並無極無功能 所以我們只好透過 表示在什麼之上 這樣子的介意詞 on 然後後面再接上 他所需要的受詞 m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同樣的您也可以發現到 著名的動詞片語 be based on 就是這樣 產生出來的 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完全介紹完了 第二 動詞的分類標準 動詞老師 將這些分類標準 用一個簡單的表格 來加以 最後的總結 請您一起來 看一看 動詞變化標準 一覽表 第一個部分 首先我們要看一看 是不是有主要的意義 這個分類標準 那麼它可以分成兩類 一個是主要動詞 第二個是主動詞 主要動詞 它的特性是 含有主要的意義 它的作用是 表示子句中最主要的動作 它的限制是 一個子句 恰有一個主要動詞 多一個錯 少一個錯 常見的例子有 walk see speak 說 等等 第二類主動詞 它的特性是 沒有主要意義 它的作用是 協助主要動詞 它的限制是 除了be 和have 這兩個主動詞外 其他的home 必須要接上 圓形動詞 can have be may will 都是常見的主動詞 第二個分類標準 我們一句是不是有進行式 可以分成 動態動詞 和靜態動詞 量 A 動態動詞 它有進行式 它的作用是 表示明顯的動作 它的例子 常見的有type write used 而靜態動詞 則沒有進行式 它的作用是 表示存在的情形和狀態 常見的例子有 sim 似乎 love 愛 belong 屬於 等等 動詞變化標準的一覽表 二 這主要介紹 分類的標準 動狀詞 動狀詞 我們曾經說過 可以分成三大類 分別是 不定詞 VNG的形式 以及 過去分詞 不定詞它的特性是 表示未來 也就是將要的意思 第二 表示目的 也就是為人的意思 它的作用 可以做名詞 副詞 或者是形容詞 而它的限制是 它不能夠做戒系詞的受詞 常見的例子有 to hear to have heard 完成式 to be seen 被懂式 go go 原式 而VNG 它的事情有兩種 第一個 表示進行 第二個 表示主動 它的作用 動名詞 可以做名詞用 而現在分詞 則可以做形容詞 或副詞用 常見的例子有 hearing walking 以及完成式的 having written 第三類 過去分詞 它的特性是 表示 完成 或者是被動 它的作用呢 可以做形容詞 或者是副詞 它的限制則是 它沒有幾乎功能 常見的例子 常見的例子有 written spoken 動詞 動詞小小小師 提醒您 表示被動 完成的 過去分詞 沒有幾乎功能 要接受詞的話 必須透過 接受詞 才能再接受詞 今天動詞小語 推薦給您的是 God is so fair that all good stuff is cheap 他說 造物者是如此公平 以至於 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是最便宜的 許多人追求昂貴的事物 其實這個方向 可能剛好相反 對我們最重要 最美好的 最需要的事物 往往是最便宜的 比如說空氣 新鮮的空氣 比如說 純淨的水 比如說 溫和的陽光 這些事物 我們只要不去破壞 它是可以很容易得到的 是非常便宜的 食物也是 有些人 很便宜的蔬菜 其實 對我們的身體 反而是 最有用 最健康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 請您慢慢去 體會這句話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樂 謝謝您